剛剛的話我直接用VBA function的話 感覺最後結果應該會比之前用公式好像來得滿意一些 當然這個公式我是直接把它貼過來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 直接乾脆看雲端白板這邊比較快 因為我發現我問了一大堆有點混亂了 那我把它貼在第二頁啦 所以這個Function在這邊 所以你剛剛這一段 從這個Function到End function 所以你要如果要用的話就把這一段複製貼過去 要記得以後要貼的話至少你學過 至少要先新增一個Module 按右鍵插入一個Module模組 然後再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就這一段貼過來 這個改不改也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這個名稱不影響的話 那你就不用改 如果你覺得好像改一點會更好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試著改改看 再來的話 我底下是希望把它改成有Function 就會有Sub 還記得吧 VBA的形態 至少就兩種 一種是透過插入函數來完成的 有沒有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是用插入函數有沒有 直接從這邊 它會幫我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這個使用者定義嘛 有沒有 使用者定義 裡面呢 就會出現我剛剛寫的這個Function 你其實很簡單嘛 用的方式 跟其他的內建函數其實沒有差別 有沒有 就這樣 然後一個參數名稱就範圍給他一下 然後他就幫你把結果 返還到這邊 幫你算完結果 結果應該沒有問題 蠻方便的嘛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希望不要是最後的計算數量 而是最後的那個數字的部分的話 所以我剛剛呢 把那個問題又丟回去給這個ChartGPT 請他幫我改一下 那改的話 我底下其實有啦 請幫我 請幫我撰寫一個方法 底下的話呢 取出 我改的敘述方法 這大概主要是 一樣 就是把原來是計算有沒有 改成取出 那我要把它取出來 OK 我不是計算它裡面有幾個 取出資源資料為什麼呢 數字的資料 我沒有講 資料就可以了 其實重點就取出那個資料 那我就把這個敘述給ChartGPT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又寫了一個 我試試看 所以這個底下 我是把ChartGPT得到的那一段 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 OK 然後就直接把這一段複製一下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它貼到它的下方 就這一段 底下這一段 那Function的話呢 一樣 你就可以貼到一樣的模組的下方 那這個名稱的話 我就暫時不改 叫什麼 什麼EttractNembers OK 就是 這個就是什麼 取出這個裡面的數次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在Run的方 這個Run的話呢 我一樣 我什麼事都沒改 我直接拿它的 就這一個 這個Function 一樣 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嘛 就是剛剛那個Function名稱 按確定 那其實 拆數的名稱也一樣 所以把這個拿過來 只要這個裡面是有數字的 就幫我取出來 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按確定 沒有嘛 這個Esser沒有 那向下填滿看看 OK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應該沒錯吧 125 8310 這些都不是 OK 這數字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它就可以很快的幫我 把這兩件事給完成了 那你就想說 到底它做了什麼 可以這麼的 快速的幫我把程式寫出來 其實我們簡單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程式 我是建議 所以慢慢的話 雖然它幫你產生 以後 你可能要慢慢培養 因為有 剛開始你也許對程式很陌生 不過看久了 你慢慢就可以知道 到底它幫你寫了什麼 我前面講過 這個ChartGPT 除了可以幫你深層程式之外 如果你這一段程式 你覺得它裡面 解釋得不夠清楚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貼回去ChartGPT 你請它幫你詳細解釋 請你幫我每個每個地方 聚心迷你講一下 到底每一行每一行是什麼地方 那如果你假設 你每個地方都看得懂的話 以後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其實你要自己找到問題 也比較簡單 那我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 到底它這兩段程式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還有如果假設是我的話 我一般會做哪些動作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第一個 如果上面有定 前面跟各位講 我為了要讓這個程式變短一點 因為有時候看程式看太多 感覺好像會比較 怎麼講 因為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第一個 我會先把這三行先解釋掉 也就是只要宣告的部分 我一律把它拿掉 OK 你會發現 這個是數字個數的 它怎麼算的 其實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其實它這個地方RN區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丟過來之後的話 它做了什麼呢 它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去算一下裡面的抗點 抗著的話應該是算什麼 算它裡面的那個字的數量 如果是大於1的話 OK 特別注意喔 它其實理論上就是要去算裡面的數字 所以裡面如果假設 數量一定要是大於1的 如果不是大於1的話 其實它就不會去做下面的事情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 is this function 所以就是會離開這個 function 什麼事都沒做 那主要它怎麼算的 其實就是這個回圈 for回圈指的就是說 它從第一個字 1的話指的是第一個字 到哪一個字呢 到最後的那個字 可能它這個算完的話 LEN就是算裡面 總共1到5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說 它幫你把1、2、3、4、5 每個字都提取出來 做什麼呢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這個 if if就邏輯判斷嘛 那裡面的話用了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是VBA裡面的函數 叫什麼呢 is 如果is的話呢 就是判斷的意思 是不是 後面的話叫numeric numeric 是是不是數字的意思 numeric 那顧名思義 幫我就是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函數就是這裡面的最重要的核心 那也就是把字丟過來之後的話 然後呢 假如4的話 底下重點就是什麼 把那個數量加1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count是一個變數 那變數預設值是0 所以如果假設4的話就加1 加1存回去的意思 所以這一段是加1就存回去 所以它就是第一個字抓過來 是不是數字 4加1 4加1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地方就不會加1 所以是不是不是 不是跳過 不會加1 最後是0 所以它維持是0 最後再把這個count 返環回去 這個function本身 這個function本身 因為剛好停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它會把結果return回來 大概的原理原則是這樣 所以應該可以慢慢看懂 如果以後你看懂的話 會比較好瞭解 到底chall gp幫你做了什麼 那你說 可是這個算數量我ok啊 那可是它如果要取得那個資料的話 又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 底下就是這個 你會發現它上下其實漲得滿像的 一樣啦 我先把這個拿掉 有沒有 這三行拿掉 所以底下的話關鍵的地方 你會發現最大的不同 是這邊是叫做counts等於0 因為它要算數量 那底下的話 你會發現counts等於0不見了 它把它改成這個 有沒有 一個變數名稱叫relaut 有沒有 後面的話不是0 而是兩個雙引號 這個值是沒有資料的意思 意思是說預設值裡面是空的 沒有資料 那底下你會發現 這個回圈跟這個回圈 其實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那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這邊是把它加1 那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把它累加在後面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以後你要去計算數量的話 是用加 如果你要把那個字留下來的話 那就是and 有沒有發現 and是串那個資料 也就是說我檢查一下 那個資料假設是數字的話 那我就把它保留下來 放哪裡 放relaut的變數裡面 串在後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relaut就一直串 假設說這個125kg 它第一個4 本來relaut裡面是空的 那14的話它就是什麼 把這個本來裡面空的 1的話就把它串過來 所以relaut變成1 第二個24的話就變2 然後5的話125 所以最後得到125 它就把125 return回來儲存格位置 所以這個結果的話 就會再return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把這個結果丟回去的意思 OK 所以可能這個我想你慢慢從這兩段程式 可能再慢慢了解一下吧 就是這個部分的這個 ChartGP幫你撰寫的內容 那如果細節還是不太清楚 我建議你可以試著 把這一段程式碼貼到ChartGP 請它幫你詳細解釋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兩段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第二段的話是放這裡 第三頁 第一段的話是放在這裡 這應該是第二頁的位置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